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梅团县 看我身后那里啊,那个山上有一个巨大的茶壶 这是什么建筑呢?奇奇怪怪建筑啊 它是天下第一壶,世界吉尼斯记录啊 那个茶壶一共高是十层楼,就在那个山顶上啊 因为梅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贵州的茶叶产区 所以它这里搞一个茶壶,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带大家到那个茶壶上看一看,走 哇 这个茶壶的造型确实是太独特了,很吸引眼球 它本身就挺巨大的,它又建在一个山头上 这样就显得更大了,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 而且它这独特的造型啊,确实是太抓人眼球了 这个茶壶它多高呢?它有48.2米高 它下面这个基座就有25米呢 加起来一共是73米,真是太高了 我们看这个大茶壶的壶身上,有很多的窗户 这里面是一个茶道文化的博物馆,可以进去的 然后这个茶盖上我们看有一圈围栏 那个地方是可以观光的 站在这个围栏边上,就可以俯瞰整个煤坛式的景色 那里风机很不错啊 这个大茶壶是谁设计呢?真是太有才了 现在咱们就上去看一看 现在到了茶壶的侧后房了 这里有一个观光电梯,直接坐电梯就上到山顶了 这个茶壶被誉为天下第一壶 它这个景区是不要门票的 但是坐这个观光电梯要10块钱 然后如果你要进那个茶壶里面,也要另外收费 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山上的过山车吧 这算是,丛林飞车 这也是另外收费的 但是爬这个山是不要钱的 现在我去坐电梯 它这里面还有个酒店呢 很不错呀 可以看到山上很多茶园 然后要换另一个电梯了 哇塞,下面全都是这样的 玻璃栈道 有点害怕呀,我有点恐高 走吧 哇,从这里转过来 就能看到那个大茶壶了 这里面是一个茶道博物馆 我进去看看啊,看多少钱呢 从这里爬上来了 哇塞,到了茶壶底下了 这个茶壶70多米高呢 太巨大了 这上面是一个观景平台啊 然后可以坐着喝茶 入口在哪里呢 转一圈看看风景吧 这个地方登高望远啊 看风景非常不错 哇塞,整个煤坛县城风光 尽收眼底 一条河流穿沉而过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我还不知道 远处那山头上 全都是茶园 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虎的正面了 再看看这边的风景啊 这是一个市中心的制高点 哇,我喜欢这种登高望远的感觉 视野很辽阔 看那个山上一层一层的茶园 以前我不知道贵州这里也有茶园啊 哇,现在站到它的正面了 那里还有好多蜘蛛人 在清洗茶壶呢 从这里就可以进 它是一个中华茶道馆 展示这个茶文化的 这边是茶壶 这边是一个茶杯 世界上最大的茶壶样的这个楼房 这个茶壶确实是太大了 想和它来张合影都照不进去 我这都已经开了广角了 都照不进去 它一共是十层啊 这里面呢,主要是一些茶文化的展览 活物馆嘛 进去的话是48块钱啊 我就不进去这里了 我去旁边的那个过山车玩一下 过山车只需要20 哦,这个山顶有这个高空过山车呢 哇,从这山顶坐车滑下去 而且它还有这个高空漂流 玻璃栈道的漂流 以前我坐过这个漂流 这次我想体验一下这个过山车啊 好刺激的感觉啊 现在我要坐这个高空过山车下山啊 就在这个大茶壶的下面 这是天下第一壶最大的茶壶 安全带,一个人一个车啊 我还没有坐过这种 这下面是空的 全长多少米,师傅 一步你走一步 啊 滑完了 滑得快的话 三五分钟 滑慢一点 十分钟啊 挺好玩的 中国茶海休闲煤坛 大家好 我现在在贵州煤坛 今天要去看一下这边的茶海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茶海啊 好几万亩的茶海都连成一大片 特别壮观 走 进去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门票三十块钱 快走啊 呢 酒 煤坛 轻炙 看这个茶海壮不壮观,这么大的规模啊,然后这个一层一层的这样上去,就像波浪一样,再转到这边来,哇塞,这举目四望,全都是茶海,茶叶的海洋,走继续往前走,那里有一个观海的楼,到那里看一下, 看这里的茶叶,都是这样一行一行的,哇,这样拍出照片来,很像是Windows的桌面呢,大家看,远处是蓝天白云,近处是碧绿的茶树,有没有Windows桌面的感觉,随便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做手机屏幕啊, 在这个田间地头走一走,感觉特别的好,今天跟这个山东大哥一起到茶海来玩一下,想看熊猫关注我,这个大哥是专门拍熊猫的,呵呵呵,熊猫饿了嘛,熊猫饿了嘛啊,在茶海的中央有一个观海楼,站在这楼顶啊,可以看到整个茶园的壮观景象, 为什么它不叫观茶楼呢,因为这一片都是茶海,茶的海洋,所以叫观海楼,规模太大了啊,走,继续上,哎呀,这楼上有电梯的,直接坐电梯上五楼,门票是十块钱啊,上这个楼, 五楼到了,哇塞,这楼上面,看风景啊,太棒了,哇塞,站在这里看这个茶园,一望无际呢,果然是茶海, 这也不知道是谁种的这些茶呢,这边是绿茶啊,种的是绿茶,有四万亩那么大的, 这里的这个茶山跟福建呀,还是浙江龙井那边有什么区别啊,就这边都是这个小丘陵, 福建那边都是在大山里长着的,这边的茶园就可以一眼看到很远, 福建那边因为被山挡住了嘛,你看不到多远 这楼上可以喝茶的啊,哎呀,绕着这个楼转一圈 这风景不错啊,这里距尊义,开车过来一个小时 全程高速啊,一下高速就是这个茶园 坐在楼上喝喝茶,看看风景,太好了 好喜欢这种绿油油的感觉啊,这个茶山真的特别的绿 满眼都是绿色,看这个茶山特别养眼啊 今天雾气比较大,山里面都是雾,云雾茶,云雾缭缭的这种感觉 哎呀,积木远眺,这种感觉真好啊 如果你在城市里,水泥森林,每天吸着尾气 厌倦了,可以到这个茶山上来放松一下心情啊 没想到贵州也有这么大规模的茶园 以前我真是孤独寡闻啊,只知道那个杭州龙顶啊 武夷山云雾茶呀,信阳毛间呀,什么苏州碧罗村啊 第一次知道贵州这里也有这么大的茶园 从这上面看下去,你才知道这里为什么被叫做茶海 我们看这个茶田一沉一沉的,就像波浪一样,就像海浪一样 所以叫茶海,一眼望不到头 在楼上还可以喝茶啊 这个是,这里的茶,很新鲜的啊 哎呀 喝茶也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啊 我平时都不是喝茶的人 但是来的茶海嘛,肯定要尝一下茶 就像你去的那个茅台镇,肯定要喝一下酒,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我还不到喝茶的年龄呢 哎呀,不错 你看这边的茶分两种颜色啊 这个要深色一点,那个更绿色特别亮 那个是机器种的茶,这个是手工茶 这个茶,它喝起来有一股豆香味啊 刚才我喝的时候,就是这个 哇,这五斤才能炒一斤呢 喝起来有一股豆子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儿最好的茶 五百多一斤 其他的茶都是一百多一斤啊 梅坛的尊义红和脆芽最有名啊 这个就是尊义红 哇,这种样子的 有点发黄呢 闻一下 茶味特别浓 这个是带豆味的那个 这个是老板啊 他们家这个山头全是他们家的地 老板发大财了啊 这么大的茶园 这个山头都是那个老板家的 现在到了采茶的季节了 老板他们摘不过来啊 所以请了很多人来帮他们摘 你好,这个是摘什么呀 新的芽芽 哦,就这个嫩芽是吧 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顶端这个嫩芽 就是这个嫩芽 租出来都是那个毒芽 你上午摘了多少呀 四斤 看这个茶的这个规模太大了 看一个人一天能摘个 能摘八斤吗 上午四斤,下午四斤 那应该有个六斤吧 有四个人 一人六斤 四六二十四斤 五斤才能炒一斤 二十四斤炒完的就变成五斤了 才五斤这个嫩芽 才能炒出来一斤 我们喝的那个茶呢 哎呀,你这个炒完了以后 这个一斤茶呀 便宜的卖一百多 最贵的卖五百多 现在到了这个雨前茶的季节了 这是彩茶的时候 快进来看一看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现在在贵州遵义 今天开着我的小车出来啊 路过这条路的时候 发现一个丁字户 大家看这边的马路 都是三车道 转到这边来 马上就变成一车道了 而且这个一车道啊 还是挤在中间这个 这个绿化带的位置 改成一车道了 为啥三车道变成一车道了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 往这看 这里有一个丁字户 刚开始 我还以为是这个大楼 是丁字户呢 这个大楼已经废弃了 你看那些窗户全都打开 没有人住 刚开始我还以为 是这个楼挡的呢 结果我仔细一看啊 前面有一个平房 挡着这条路呢 走去看看那个平房 看走到这里呢 就是一个车道了 中间是没有绿化带的 他把绿化带的位置 改成车道了 原因就是下面啊 这个房子 我用广角看一下 这下面是一个沟 它这个房子 就盖在这个沟里面 估计是拆迁没弹成吧 没有拆掉 所以这里的路也修不了 其实可以把这里 织一个那个架子什么 修个拓宽一个车道啊 这个房子看着 已经非常破旧了 这里的窗户也全被打烂了 这房顶是盖的这个铁皮 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样子 应该也是荒废了吧 但是荒废了 为什么不拆掉呢 而且它还挡路 你看这里的路 被拦成这样了 旁边那个大楼 也没有人住了 虽然说它盖了好几层啊 但是也荒废了 这个地段其实还可以啊 这周围挺繁华的地段 这里都是杂草重生 那个房子也比较破旧 为什么不拆掉呢 想不明白 到这个跟前看一看吧 正常的路 应该是从这里通过去的 这边是人行道 那边还有路的栏杆 这是三车道的路 但是现在这两个车道 都被栏起来了 所有的车道这里啊 都走到最左边这个车道了 这条路为什么通不了呢 看看这前面发生了什么啊 走过去看一下 这个是马路的边上 被下面这个小平房挡住了啊 这个居然还有人开店的呢 还有人在里头住 这是一个换水站 换矿泉水的 这边是一个电器维修部 门口还放着洗衣机 这应该是有人住在里头 你看那里还有他们的工具车 这么小 这么破的小平房 现在还住的人啊 那个那么好的大楼 现在已经没人住了 你看这个路机这样通过去 正好被它那个挡了一半 所以修不了路了 其实它这个位置并不好 它是一个低于路机 这么高落差的一个地方 它这边的地势要低一点 你看下面 比我站在这里地势要低 它这后面其实是一个大坑 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挤水在这里啊 我估计是因为拆迁款没弹拢吧 不然的话它这个房子又破 又地势低洼 它为什么不搬走呢 而且还影响这个道路的通行 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为什么要来跟着 是什么事 我去把这儿还建筑 我说我来说 这儿不在这儿 那个人 还没人 我来说 我来说 那儿不在这儿 我来说 那儿不在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小尖山上面 这里以前是红军长征过程中两次攻克这个楼山关 这里就是主战场啊 然后看看这里的地形吧 全都是这个高山峡谷 峡谷当中就这唯一的一条路啊 特别显耀 来 再往这边看一下 从这可以看到峡谷当中那个路 好 在这个楼山关转一下啊 这里是以前的战斗遗址 这边的地形地貌真的是非常的险要 一幅当关万幅莫开 两座巨山之间只有这一条洋仓小道 现在已经修了路了 当年的都是土路啊 哎呀 再看这边还有这个盘山公路呢 第四很显 这是山顶上的战壕 当时是国民党的前军守在这个山顶上 我们的红军战士啊 两次攻克这个楼山关 你看这里写的楼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对面那个是大尖山 我站的这里是小尖山 但是现在那边呢 是没有开放的 现在能旅游参观的就是这个小尖山 对面那个山顶上还有塔 那里还有战道 然后现在要过这个桥啊 这里底下是一个这个峡谷 唯一的一条路 这是一座吊桥 它不是玻璃桥 哇 这外面还有个木栈道呢 这外面怎么不开放呢 好像在这个外面 哇 这个桥距地面有一百米呢 这峡谷里面现在没有风 不然的话这桥会摇摇晃晃的 哇 太棒了 这个地方 风景很好 楼山关 站在这山脚下才能看到两侧的这个峡谷有多深啊 这两侧的这山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 碧晶之路 看上面那个吊桥 挺高的 楼山关被誉为前北第一关 这里地势非常显要 一守南宫 树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称 它也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自古它就是川前的交通要塞啊 它的关口海拔是一千两百七十七米 最高峰笋之山是一千七百八十八米 一九三五年的时候 毛主席还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诗词 《易秦鹅楼山关》 这一面墙上写的就是毛主席当时的那首诗词 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两句啊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从头月 昌山如海 蝉阳如雪 红军在四度赤水的过程中 两次攻克这个楼山关 真是太不容易了 楼山关就参观到这里了 最后再说一下这里的门票 因为它是红色旅游景点 是不需要门票的 但是要买一个三十块钱的往返电瓶车票 这里距离尊义市区三十多公里 自驾过来非常方便 唱着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逼母亲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我把党来逼母亲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剩了我的身 让你光辉照我心